谢尔顿酒店的西餐厅被包场了 除了来回穿梭的适者外 安静极了 金志轩今天穿了一条水蓝色吊带连体裤 扎着一个高高的丸子头 衬着他脖子修长 皮肤白皙 灵气十足 他这会儿盘腿随意地坐在椅子上 左瞄瞄右看看 最后把滴溜溜的目光 转到了对面坐姿笔挺 标准用餐的男人身上 丽北绝 他双手撑在下巴上面 扎巴了一下大眼睛 格外耿直地问 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特别帅 站在旁边的霍衣 差点没有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这位金家大小姐也太特立独行了一点 这种话居然都问得出来 还问得正儿八经 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 她是真的很好奇这个问题 她偷瞄了一眼用餐的绝业 绝业面对这种问题 居然还能做到面无表情 仿佛对面的人是空气一样 淡漠地切着牛排 我觉得像这种包场吃牛排的浪漫时刻 再多安排一个弹钢琴的人 女生啊能多吃两块牛排 金志轩丝毫不在意她的态度 提出建议 丽北决终于理她了 但是不是那种开口的理她 只是抬起头给了她一个不耐烦的眼神 然后放下刀叉吩咐霍衣 倒水 霍衣马上给她倒了一杯水 丽北决端起喝了一口 压下了突突突跳动的太阳穴 虽然说她今天和金志轩吃饭 只是为了麻痹老爷子 可和不是迟恩恩的女人相处 每一分每一秒都让她无比烦躁 特别是对面的女人 脸皮还厚得跟城墙一样 根本不知道金池两个字怎么写 金家的教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松懈了 比起她 金志轩那个女人简直算金池淑女了 偏偏这个时候 一个小身影还从外面哒哒哒地进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追着她撵的庸人 小少爷您等等我 小少爷 她追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吃宝贝已经跑到了丽北决和金志轩的那一桌 那双和丽北决如出一辙的凤眸 再看到金志轩的那一刹那闪过了一丝怒意 好啊 她一直觉得会来的那一天终于来了 怪不得今天早上 她从起床开始就没有见到她家女人 霍叔叔还跟她说 她家女人出去产检了 她家女人产检 隔壁老王居然留在酒店 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果然 隔壁老王憋着坏 趁着她家女人不在的时候 跑出去跟别的女人勾三打四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要不是她一直留神着 偷偷摸摸地跟着 隔壁老王就出轨成功了 吃宝贝强憋着一股气 瞪了金志轩一眼 转过脸 跟变色龙一样扬起头 奶声奶气 咬字清晰地冲着丽北决叫了一声 爸爸 这一声爸爸叫得那叫一个清楚 脆崩崩 他生怕别人听不到一样 叫得整个西餐厅都能听见 爸爸 这位阿姨是 他先下手为强 抢在介绍之前先问 霍益从他叫立北决第一声爸爸的时候 已经懵了 小少爷这是怎么了 他不是从来都不肯叫决爷爸爸吗 今天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叫了决爷 反常计有妖 再听到他问金志轩 马上蹲下身 柔声跟他介绍 这位小姐是决爷的朋友 金志轩小姐 哦 是爸爸的朋友啊 吃宝贝一脸恍然大悟 然后看向金志轩 大眼睛烦恼的一瞇 仿佛很奇怪似的 从头到脚地打量了金志轩一遍 乃声乃气地说 可是 爸爸不是最不喜欢 把头发染成花里胡哨的女生吗 还说 把头发染成花里胡哨的女生是 是 是什么来着 非 非 非猪瘤 还有 爸爸也不喜欢 穿蓝色衣服的女生 爸爸说 我妈咪穿蓝色的衣服 最好看 其他女生穿蓝色衣服 就是 冬瓜 他怎么不记得 他说过这些话呀 不过 被吃宝贝这么当着面 胡说八道一气 他居然不生气 眼底还略过了 一丝难得的笑意 这个小家伙 是在为吃恩恩找场子吧 不枉费吃恩恩 平时那么疼他 金志轩被人一通批判 居然不生气 还弯腰笑嘻嘻地 捏了一把吃宝贝的脸蛋 跟个流氓一样脾气十足 真滑 吃宝贝骤然被人调戏了 小脸肃然一沉 差点没维持住 天真无邪的腹黑状 他那一瞬间的崩溃 被金志轩尽收眼底 俯身对上他大眼睛 一点不生气地纠正他 不是肥猪流 是非主流 还有 不是冬瓜 你想说的是冬狮吧 效仿西施地打扮 但不知道自己 这么打扮特别丑 还以为自己很美地 到处招摇 哪个叫冬狮笑品 吃宝贝小嘴一鸣 眼神冷却了下来 也不再天真无邪了 直接怼上去 你知道就好 说完之后 他哼哼唧唧地望向丽北角 眼神里写满了不满和指控 你趁我妈咪不在 偷偷跟别的女人约会 你出轨 丽北角太阳穴突突跳了一下 看了一眼霍翼 把他带出去 是 吃宝贝万万没有想到 他都被自己抓了现行了 竟然还不收敛 还要让人把他带出去 一下子气得跳脚了 你出轨 你不负责任 你脚踏两条船 我要让我家女人跟你分手 小少爷 霍翼头疼了 爵爷为什么会和金小姐吃饭 他最清楚 整个过程 爵爷对金小姐的态度 他也看在眼里 绝对没有做什么劈腿渣男的事 但是 这种事情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小少爷解释 何况 金小姐还在 他只能把气得跳脚的吃宝贝抱起来 一边哄着 一边往外面带 吃宝贝气炸了 被抱走了 还挥舞着小短胳膊 愤怒地指责 那声音 响亮的西餐厅的人都听到了 无论是服务生还是庸人 纷纷低下头装作鸵鸟状 生怕被栗哨迁怒 然而 被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的男人 并没有发怒的迹象 近连一点情绪起伏都没有 扫了一眼金志轩冷静地说道 你慢慢在这儿待着 待够三个小时再走 我会让人守着你 说完 也不管金志轩答不答应 起身就往外走 整个过程 这是他唯一和金志轩说的一句话 话音落下 他只留下了一个冷峻的背影 至于人数字币 我们用了一个冷峻的背影 给骂